Hello 早晨 即場美人 早晨 onairpower.com 24小時 网上電台 动力早餐的时间 又来了 又一个早上 大家好嘛 吃了早餐没 吃了些什么 好不好吃 我呢 今天的早餐 是一个面包 我太喜欢吃面包 经过微波炉的加热之后 变得软熟 变得亲切 千岛汁 鸡胸肉面包 这个冬季 各地铁站有售 就这样吃 好吃 用刀叉享受 更好吃 所以我用了 更好吃的方法 享用 再加了一小堆的 粟米粒 青瓜粒 和奢利子 两粒 那就很好吃了 我们的上班一族 真的有空 要弄一下花细 调剂一下自己 最近 又看了一些调查 一些分析感 对我们的上班一族 零食 大家的桂桶 多不多货的呢 是不是保持到水准 这个调查呢 就是说有七成的市民 每星期最少有两至三次 是难以集中精神的 特别是在下午三点至六点这个时段 精神散满高风期 所以我们的桂桶 就有那么多因物 在这里了 和咖啡滑茶 一些营养师呢 就讲解一下 通常呢 我们的上班一族 下午呢 就开始牛牛逗 或者部分呢 更加会精神不振 大多数呢 是因为血糖水平下降 如果呢 想真是有效提神呢 选择一些 有葡萄糖的成分 的食物 或者饮品 应该呢 是会更加好一点的 那除了葡萄糖的提议呢 还有以下这些 百名必备的健康饮食 在我们的精神食粮的桂桶里面呢 有没有考究过它的健康程度呢 还是 零食已经不健康了呢 还管它们干什么 走入战场 一堆火 送回来就算了 其实呢 都可以尽量留意下的 百名必备健康零食 首先有花生 上班一族呢 长时间坐在这儿 对着部电脑 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呢 会高出很多的 而食一些花生 合桃等等的果类呢 能够呢 令到病的机会率呢 大大下降的 要注意的呢 就是如果要keep fit的话呢 适量就好了 即场生难的我们呢 那份人工 勒着勒着勒着的 有时呢 真的要自我安慰呀 赚不到的钱财 看一看 指示身外 吃块纸菜 没错啦 健康零食呀 纸菜呢 含有多种维生素 和抗物质 含电量呢 特别高 如果呢 缺乏电而引起皮肤灰呀 暗牙呀 无法干燥 或者生长缓慢呢 食指菜呢 都会有帮助的哦 亦可以呢 减少体内积存的脂肪呢 预防高血压呢 和搬心病呢 更加好的呢 就是 它没有什么脂肪的嘛 不用就着吃呀 好了 上班一族 好煞气的有时 和一些供应商的人 和别的部门的人 顶心顶肺 好委屈的 不要紧要 放松一点 不够说出你的委屈 都不算委屈的 可以再给一些添加剂自己 顺下气 华妹帮到你 闹到气咳 止咳 随谈 口都干了 生津止咳 大家都知道呢 这些酸微微的食物 好能够帮助消化啦 搭一下它 将那些脾气消化了它 在下班之前 将那些似紧要非紧要的 负面情绪呀 垃垃垃垃垃垃的 丢回去公司的 回收资源筒啦 给回回你 当你觉得Dry的时候呢 牛肉肝和豆腐肝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牛肉肝的益处含有蛋白质 一些红血素铁 生和有各种的B族维生素 能够比胃 强筋骨 补血气 而豆腐肝的益处呢 是高概啦 最大的特点呢 是营养均衡 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呢 都不缺少 又不过多 吃两三片呢 就可以补充一整日所需概量的46%啦 好啦 Tea break 之后呢 都还有一大堆工作 做极都做不完啦 停一停 放松心情 吃粒巧克力 对啦 黑的朱古力呢 在朱古力里面含糖分 和脂肪量都比较低 黑朱古力呢 还可以控制血压 抗血泉 保护皮肤 当然要吃得适量啦 否则肥了 不要找我 好啦 好快 我要倒桌啦 准备上班 披起件战衣 我件战衣做什么呢 对抗冷气罩 搭车用的 好 真的要出门口啦 下次再见啦 拜拜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